还行 小桃没来完 来来来 你走 不好意思啊 我点两米果子 还是你以前喜欢的味道 这 小桃 我感觉你变了 变得更帅 更有男人味啊 谢谢 小桃的味道怎么样 还行 哎对了 儿子没过来 该是他 啊 儿子他出什么事了吗 儿子他生病啊 你也那么 那刚才打电话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呢 目前还好 这是狗娘娘走个小叔叔 我不搞福音 是怕你担心 那儿子见到哪里 咱们过去看一下啊 小桃你不要急 等到儿子好丁 你再见到吗 这怎么心呢 我儿子生病了 我都让父亲的 更应该配到他生的啊 不用啊 小桃 其中我今天找你有另外一支 还行 有东西你自己说吗 小桃 你妈你走出去走 需要一点钱 你不要吗 准备了好晚 医院还准备五晚 啊 五晚了 怎么了 你不愿意给吗 不是那个意思 说说我现在手里不宽裕 但是你放心啊 我一下办法了 那就好 谢谢你啊 小桑 哎呀 不要说这些 才这么说啊 我也是他亲身奉亲 他话又说过呢 这些年你真的很过分啊 一直不让我跟儿子见一面 这些年我太自私了 没让你见儿子 不过我现在改变想法了 如果你要想见儿子的话 随时都可以见 他可以的话 不忙 别这样 太前 你知道 我已结婚了 小桑 我希望你对我还有感情呢 这里不撑你 你是不老 不好意思啊 白天 你看 我的出来那么久了 我老婆都在那里等我 让我先知道 小桑 喂兄弟啊 能不能借点钱给我 要的 五万 五万 我的五千没得哦 你共享慢哈 哦 那算了吗 喂 喂哥 能不能借五万块钱跟我一下 那五万块钱跟着呢 没没什么 就是我跟我前期的儿子冲冲 他现在生病了 需要做搜索 他当时和你离婚的时候 那么坚定 一点青年都不给你留 他现在突然回来啊 我把事又弄着阴谋哦 哦 话不定这样说啊 再这么说他有什么亲生的啊 你现在身上没钱的 你下个人说 啊 要难过就啊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了 大长 你是不是有老师吗 在我 没没老师的呀 我刚刚都听到了 你还不老师 老婆 你听我解释吗 我不想听 你给你前期见面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还偷偷摸摸的 刚才你前期都打电话给老妈了 你把我这个老婆放在眼里了吗 我 出来 有老婆生气了 他都可以见他前期 都为了我的生子 你那老小乞啊 妈 小嫂他们都离婚这么多年了 他突然出现 而且还偷偷的见面 现在我在说他的老婆 难道这种事情 他不应该跟我说一声吗 对不起啊老婆 我不敢瞒着你 他找我呢 主要是孩子生病了 需要一笔钱做手术 再这么说啊 那也是我儿子 我不可能看都不管吧 别操 跟他开始弄到真弄的 有时候我生日用了三串两段 你看我说他不 妈 我从来有没有做出小嫂子见他的前妻 但是他有什么事情他得告诉我啊 难道夫妻之间就没得点贪嗦吗 好了好了老婆别生气了 来小嫂 我这卡都快五万块钱 你现在还用的 妈 你那卡给我干的 不可能我生日生病我不管吧 来 我知道现在你们没得钱 想那是半家学乎 一天半都没上 天哪得下 那好吧妈 那以后有钱了 我一定会还你的 为了我的生日 这钱哪个要你还 妈 上次我跟小卓去广东打工 你拿几万块钱我妈结果变骗了 你妈和三串三一样 能一样吗 这钱我手拿给我生日 你是个外人算了的 行行行 我是一个外人 你没睡的 行了老婆别生气了 老婆 你怎么让她的火气呗 妈不给我说完你一句吗 你注意不吗 好啊小嫂 现在我不管做什么 都是一个不懂你的人事吧 不管我做的再好 都都是一个外人 都走不进去别人的心里面去 现在我最想不通的是 连你站在那里边 帮我走起了吗 成天天花你先听 哎呀老婆 我不补充这个意思 你不要顾背好吗 算了我还是走吧 别再找你 哎呀 小嫂 让她走 我已经跟她妈打电话了 让妈妈接她回去 我跟她不需要这两点去 妈 你要打电话跟我妈干吗 你不是妈去就冲着我来吧 我把年纪大了 今不今儿三百五十的折腾 我走心了吧 我疼见你了 妈 你最后来 真的是太过分了 你打电话跟她妈干吗 我看她 现在她提一下 别转开她 我就算让她妈知道 她不能赖我呢 妈 你真是不可理 妈 你真是不可理 妈 我有事出给吗 要给娜娜 我 你是不是要给娜娜娜 不给娜 妈 她可是我老婆呢 不能一直住在两家 这样会让人笑话呢 哦 她都不怕丢人 你怕那种 就是嘛 嫁出门的姑娘 泼出门的水 她不好好照过这个家 你生气都往娘家跑 这样媳妇我不要 哥 我早就看小楠不睡眼了 我还是喜欢以前个嫂子 要不然成这个机会 你和她离婚嘛 兄弟我支持你 老二你给我闭嘴 我给你嫂子的感情那么好 你嫂子还挑不理解呢 你话再多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妈 你看 她要不要一个女人疯的 学超 你和你兄弟刚才 她说的没有错 她想法跟我那样 现在海鲜带着孩子回来了 是个好机会 我和你和海鲜附婚 这样我甚至就回来了 就是嘛 妈妈说的对 妈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人家都说了 全火不全力 你们让我跟小楠离婚了 那家又咋够办啊 她也不是需要母爱 再说了 我跟小楠的感情啊 姨姨都很好 只是老妈呢 你处处针对她 不跟你们讲了 我今天必须把小楠结回来 妈 你在家呢 嗯 你今天怎么有空上来了 妈 我过来看小楠 小楠他人呢 哎 小臭啊 小楠昨天气哥哥的回来 到现在都不吃不喝的 你怎么让她受那么大的委屈啊 对不起啊妈 都是我不好 没有照顾好她 小超 我知道 你妈又做的小楠都不好 我也选小楠 不要和她计较 尽量包容她 可是现在要莫出一个前妻 有时你还不站在小楠这边 你还瞒着她 你知道 她心里有多苦不 她是我姑娘 你不心疼 我还心疼呢 妈 你放心 这个小楠就是她原谅我了吧 前妻的事 我一定不会让她受委屈了 我也把这件事情 给她处理好了 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小楠这些年跟着你 吃了多少苦啊 妈 我懂 她在楼上房间 你去吧 好谢谢妈 那我上去看见她哈 老婆 老婆 你还来帮着 我只是一个外人 我不知你怎么做 准备吃药了 这个 都是好不好 你看 以后 有任何事情我不会瞒着你 再说 我们两次又赶紧了 我不可能跟我前妻夫婚 你相信你是吗 小楠 你先行李就知道 我就知道 这种有点不幸 这些年了 小楠他处作为一份的 我相信 他还把这些事情 处理好了 妈 不是我不相信小楠 在我家里面 不管我做得再好 我的婆婆总是跳我的车 我真的太难了 母后 为了孩子 为了我们这个家庭 你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我 小楠 你记住 在这永远是你的家 不跟你受任何委屈 你随时都可以回来 妈 妈 那我就把小楠姐姐都了 小楠 不跟你做任何事的 妈妈都会永远支持你 妈 我吃了 那行 妈妈就先走了 有个时间 我给小楠姐姐来看 小楠 小楠 看起来慢点啊 好 好了 快点 小楠 大